大家好,我是Black Magic Design中国办公室的技术工程师吴珊瑚。 在本期视频中,我将为您讲解DeventureSolve局部替换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当您需要从画面中涂抹掉一个不想要的特征时, 使用局部替换工具可以快速完成任务,让我们看看如何操作。 在本次演示中,我们将使用局部替换工具移除墙上的控温器。 添加此插件后,画面上会出现一个由两个椭圆补丁所组成的屏上控制项。 二者以键头连接,表明一块补丁正在被复制到另一块所在的位置。 左侧的椭圆是圆补丁,用于对此部分画面进行取样。 右侧的椭圆是目标补丁,用于采用来自圆补丁的像素来遮盖此处不想要的画面特征。 要使用局部替换工具,只需将目标补丁拖拽到想要遮挡的画面特征之上。 使用边角工具调整其大小使其适应特征。 圆补丁会自动调整大小匹配,然后将圆补丁拖拽到画面中合适的区域。 软件将使用圆补丁区域复制的内容来填充目标补丁。 您还可以使用FX跟踪器对圆补丁和目标补丁进行动作跟踪。 即使摄影机本身在运动,此工具也会十分有效。 填充方式最为重要,它决定了使用哪种方式, 用元素材局部中的内容来填充目标区域。 选择不同的填充方式,下方面板上显示不同的主控参数。 克隆指的是简单将圆局部复制到目标局部。 混合克隆是用一种更加精密复杂的方法使用圆补丁中的像素来掩盖目标区域。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比采用克隆方式能更快地得到更好的结果。 快速蒙板消除圆补丁,转而与相邻像素快速融合,在小补丁时效果较好。 补丁位置提供了圆补丁X和Y位置,目标补丁X和Y位置, 以及目标补丁宽度和高度控制项。 如有必要,可直接进行数值调整,同时也支持创建关键帧。 屏幕控制工具可选择是否在调整时显示圆和目标屏幕控制工具。 选择默认显示,一直显示所有屏幕控制工具。 选择自动隐藏,当您拖拽一个控制点时, 隐藏所有控制点,方便您在调整时不受影响地查看画面。 选择隐藏,隐藏所有屏上控制项, 以便清晰查看带有特效的画面。 希望本期视频可以更好地帮助您使用局部替换工具。 如需更多资讯,请访问我们的官网。